我們經常在坊間聽過大家說電子合成器 究竟這些電子合成了甚麼呢? 我們今天一起看看 都是一樣,在開始之前要提提大家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按旁邊的小鈴鐺 以及追蹤我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有最新的資訊你就會馬上知道 歡迎大家,今天是我們Benderys的時間 我是Marvin,我今天身邊請了一個特別嘉賓 是華仔 你好 大家可能在大大小的演唱會 在YouTube都會見到你 最近又有甚麼要做呢? 最近都是因為市場好一點 所以就有多一點激 都是在忙著可能一些貨品 但我自己也有些事情在做 因為我樓下自己搞了一個Live Venue 主力都是做一些Jazz激 跟本地的Jazz的音樂人合作 我的牆那裡叫世勇XS 有一間Hostel叫雲吞臉 但現在的旅遊業就直線下落 所以就很大件事 所以都想有些多些事情發生 其實之前都搞了幾年 但因為疫情和很多事情就停了 停了差不多都近一年多兩年 所以就想做一些Live Gig 接下來就會跟一群人 他們有一個組合叫Fantan 就是一群香港的Jazz Musicians 年輕人就會合作搞一連串的Jazz激 那我們就把他的IG放在下面 如果大家有興趣 記得要按進去追蹤一下 還有看支持香港本地的音樂活動 好 那不如我們嘗試一拍一拍 把你最喜歡的功能 介紹給大家看 我最近做了一個GIG 那首歌是開頭的intro 他一直都要一些石家圖的string 就是這個聲音 但是突然間 他無端最後有一下是Triminal的聲音 我就在想怎樣可以做一次 最初我也想著就這樣彈 手指震 我就想著彈石家圖就算了 因為都是一個類似Band Show形式 因為他是完全沒有Programming 所以我就在想不如就這樣算 但是我發現了他可以突然間 你按一邊彈這個聲音 就很手機可以轉了質感 所以我覺得很驚奇 我看過這裡有幾隻 是不是按畫面都不行 還是一定要按下面 是按畫面都不行 但畫面對我來說太遠了 因為我彈的那種 所以立刻就可以按一個Nob 這個Nob是可以拎又可以按 所以我覺得非常好 他又是Piscato 立刻來 又變成這個 如果你想保持這個 譬如你Triminal 你會踩在那裡 所以我覺得是很好 我覺得沒有 因為如果是第二部的話 我想我未必可以做到 如果第二部就可能做 就這樣彈石家圖 就迫著石家圖就可以了 而且我覺得Triminal 那一刻在首歌裡面也挺重要 因為歌手入歌之前 會保持整個bar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就差一點 我剛才說過 你會有很多情況 會搭聲 我們叫做 做一些Layering的聲音 如果我在這個Phantom的環境 我們可以怎樣 它就不同 它沒有模式 它又有Scene selection Scene是甚麼 它在Scene裡面 其實可以有幾個視頻 它是鬆的 第一個就是Single 第二個就是有四個聲音 四個聲音 才是四個聲音可以一起出 沒錯 四個聲音搭在一起 其實它一直有16個 只不過它是讓你看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Layering 界面去看 譬如你只有幾個聲音 四個已經夠了 你可以看四個 其實它是 勁就勁在 因為它每一個聲音 它是獨立可以做一個 Permitter 在這裡 一個Filter 所以它一個 它還有 它有四個Partial 給你轉 它就 四個Partial是甚麼意思 你看到這裡有 Partial 1、Partial 2、Partial 3、Partial 4 它每一個是獨立去 去引擎 它不同的LFO 以及Evilope 它其實裡面一個聲音 它有一個Envelope 有兩個LFO 其實它有16個聲音 它有四個Partial 即是每一個聲音 它有四個Envelope 有成16個 是不需要一樣的 即是不需要一樣的 即是各自每一個聲音 它可以獨立教它自己 沒錯 所以其實最終 如果打滿了的話 你可以有64個Envelope 以及128個Envelope 就是Trigger 所以是很厲害的一件事 當然你未必會用到那麼多 但是它無限的可能性就是這樣 不如我們試一下聲音 聽下來 對 還有它可以很Realtime 我首先不要這兩個 你還可以獨立立即Realtime 然後慢慢滲出來 就像你剛才左手按 就是它各自每一個Layer的大小聲 沒錯 你可以Fade In、Fade Out 但是它還有很Smooth 還有一件事就是 它每個Sense 譬如你結束了這個 我去Sense Mode 接著 譬如你 你一直按 你要轉下一首歌 你按其他東西 它是不會剪下來的 直到你可以按 所以看起來很Smooth 就不會突然short cut你的聲音 是非常Considerate 這個是我們發現最近Roling比較新出的產品 它都有這個 因為我們之前找過另一個朋友 他試過GD1000 即結他Effect 其實它都有同樣的 即是你彈的時候 你撐住了它是不會轉的聲音 然後你簡簡簡簡 你真的去到你彈的時候 它才不會剪掉 有些Delay 因為之前 會沒有了 以前很多Sense Sizer 都是你一轉聲就立即short cut 如果喜歡做的聲音 如果喜歡做事的環境也挺有趣的 沒錯 即是你要結束了那個聲音 或者自己領個Fade Out 立即轉 再領個聲音 有很多時候 我覺得這部Sense Sizer 真的很適合那些 如果你那一場GD是很短時間的 sound track 但你又可能要玩幾隻歌 但你又想有些變化 有些不同的聲音 那你可能某些歌 你可能本身 Original 你有一些 Effect 或者是有某些聲音 你又想用的 那我覺得這部就很好 因為它有一個PAD 有一堆PAD 有一個PAD Mode 所以你可以將你自己的Sample Editing 到適合你自己的長度 又或者是大小的聲音 投入到這個PAD Mode 那你就可以完全有自己的不同的聲音 而因為很多時候 Sound track時間這麼短 你如果沒有行Program的話 那這部東西就可以幫到你 可能自己首先準備好很多的準備工作 那來到就已經可以 譬如這些這麼一鏡的 就是這個舉例 這些可能有某程度上的不同的Sample 又或者你可以在一個琴裡 這裡已經自己 它有一個Sampling的功能 你可以自己在琴裡做一些Sample 放在這裡 那就可以 對,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可能你當時只有一個Keyboard 那你有一個長Loop的PAD想要的 那你可以首先Sample下去 按下去 然後就放進去PAD 那你一開始的時候 你就可以按出來 然後在on top再彈 直至到你自己不要為止 就可以停了Fade out 原理上就像大家玩Looping 那樣 對,沒錯 就是你彈了一層一層踏上去 之後你就繼續彈 你要彈什麼 對,誰不要 你就按一下它 對,就是這個16個PAD 現在看到右手邊16個PAD 這個我最常用的用法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Keyboard 會煩惱的就是 譬如一隊Band 可能只有四個人 我Keyboard 也不可能彈那麼多東西 但如果沒有多層Layer 的確是差很多東西 所以如果有這樣的狀況可以幫忙 就取代了 因為當時你可能沒有時間 閒電腦 不能計劃 這個就很便宜 它會幫你解決了某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是 可以很適合一些 要很快速 搞定的GIG 但你又不想浪費那麼多時間去準備 在自己家裡慢慢自己準備 的情況下 另外就是 有一個很厲害的功能 這個就是 它有一個 你會看到有Motion Pad 你會看到 有很多魚 對 它可以帶你走 它也可以 Auto的走 對 又或者你 沒有這個HOLD的功能 它會定在這裡 又或者你想它回去 一放手又回到原位 你就不要那個HOLD的功能 它又回到原位 這個其實 這個好像Jog Wheel這樣的東西 在ROLAND之前有一部 叫做D50的Synthesizer 是有一個實體的 實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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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東西 但現在它簡直變成Digital 在Touch Screen那裡自己做 嗯 那就很厲害 但是大部份的聲音都可以玩 對 而且它可以教它發的程度 對 的幅度 對 可以在這裡自己這樣教 所以 因為有時候不想它發得太厲害 對 所以是很好的 那你自己覺得 譬如你的經驗就是 你會用什麼聲音 會應用到這個 這個東西會最多呢 有時候某些 快歌或一些PAT 你是想它做 有些不同的Triggering 做一些 不同的Frequency的東西 所以你未必是特定 可能是Random 這個就可以很好利用 而且它的Touch Screen 那個Handy 就是它是很View Time 嗯 完全是很Sensitive 我看到它立即跟著你的手指 而且它很厲害 就是它譬如 為什麼我說這個Session 是很厲害呢 譬如你彈的時候 但同時間你也可以Trigger 就是你現在在畫面教這粒仔的東西 對 嗯 對 所以是很Real Time 這樣可以做到Cut Off 還有ADSR 都是可以立即去做 還用手畫 很有趣 你看到是 是啊 所以 可以上去 你想是 是慢一點上去 又或者只是一個 一來就有 譬如我們現在看到你的CMASA 裡面本身已經有很多聲音 是啊 但我們上網看到 它現在Rolling有一個東西叫做Send Core 那又是什麼來的 是啊 那它呢 你可以在自己的電腦上 下載一個叫做Rolling Cloud 的Manager 然後你在下載一個叫做Send Core 這樣的軟件 那你在Cloud Manager那裡 就有些免費的 又有些付費的Send 給你去做一些Expansion 那我很驚訝 它有四個是免費的Expansion 給大家用 你按了這個去Model 那首先其實你要做一些東西 其實要下載一些東西 那USB那裡 你要上官網那裡 看回我現在 因為我剛才已經弄了 所以 因為跟煮東西吃過 時間有關係 因為時間有關係 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 而且很快的 就是很簡單很容易的東西 你一USB 就已經可以做Expansion 待定的話 你出到就算這部 那部不是你的Phantom 你都可以很快地做到你的Expansion 所以它有很多不同 有Jupyter 8 又有JX8P 又有SH101 還有Juno 106 所以 是很好 而且還要免費 這四個聲音就是一個Send Core 下載是免費的 沒錯 還有一些付費 亦都很棒的聲音 所以大家可以上網看看 那如果有Phantom的朋友 就記得 真的不要吃虧 沒錯 如果有Phantom 就記得做這個Expansion 因為完全不用錢 非常棒 我剛才也在說 譬如很適合我們出去做東西 你做GIG的時候用 假設如果不在做GIG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都用得著這個Phantom 可以的 在家裡自己玩 譬如你可以有不同的配搭 用它們的聲音 它有一個編曲的模式 就是一個Pedmo的模式 它亦都有一個很好的TRwrap 就是一個編鼓器 譬如你 你按了它之後 等一下 譬如你選了鼓聲 嗯 然後你按一下 基本上它已經出現了 所有的Kick 你按哪個聲音 它就會去那裡 你就隨意在這裡 好像普通的Drum Machine 因為它有16個聲音 沒錯 就隨意按 哦 OK 那你呢 就是類似 即是按Key的作用主要是選擇聲 沒錯 然後Sequence就在這16顆 就看你想在哪一個分音 有聲音 就按了 對了 它有全部不同的 那首先就可以 首先編了鼓 Bit 然後就慢一點 沒錯 就自己雕花地在這裡玩 那些Pattern 它每一個View Time 這樣就錄 譬如我現在就重新再 刪除它之前的 那我就可以踏上去玩 譬如你可以 那我就錄鼓 是 那你自己就在這裡聽着 那你自己就在這裡聽著 感覺更容易我們以前用的Drum Machine 選擇聲音會比較快 對 超級快 還有它可以即時控制TEMO 稍後聽一下效果 究竟你騙的鼓是怎樣 今天謝謝華仔 上來和我們分享這個Phantom系列的很多不同的用法和玩法 其實我們還挑戰了華仔 玩這個Roland的4x4x4的挑戰 我們會放一些連結在前面給大家看看如何去挑戰 是受挑戰 不是挑戰 接受挑戰 被挑戰 記得在我們離開之前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有我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我們有最新的資料立刻放上去 我們下次的Benderys再見 拜拜 Benderys -A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